1 2 3 換 直球進來 三陣出局 曾俊悅拆了三顆炸彈 注意看 這季直球太狠了 究竟什麼樣的直球 對打者來說 感覺又快又難打呢 側速槍測到的數字快慢 當然是原因 不過如果放球點 更接近本類版 打者能反應的時間 就會被壓縮 此外 球竄進本類版時的偽進 是否有其他球路相輔相成等等 很多原因都能讓直球更有威力 這一集的某某大調查 訪問超過三十位中華職棒的打者 根據2022年球員名單票選 哪一位投手的直球打起來 感覺最快最難攻擊呢 喔唷 1 5 1 我覺得Franco Franco有很好的速度 Meya從The Lions 很好的速度 李正昌巔峰的時期 喔那真的 他剛回來那一兩年 那真的 他的尾性真的很好 無則遠 他小小的嘛 不高 可是他出來的球可能140 可是你會看成145 140 150這樣子的感覺 他一定算不錯這樣子 得寶拉 因為他左手不左打 所以看起來會 他隨便甩一甩都很快 他丟出來的直球很像 我們的那個機械式的那種發球機 對 所以很厲害 陳冠偉 上面上速度不快 但是站上去的直球的角度很 讓我們會覺得他的直球很快 然後他有一個蠻噁心的直插球 因為他聽說他轉速度好像蠻低的 就是就是他的變化蠻大 其實很容易都是變 有就是他在在打他 其實會比較不好感 他從139丟到148 大家揮空力都一樣 可能是他的變化球也很好 就是讓他直球看起來變快 因為搭著可能有顧慮他的其他球種 所以直球也揮得沒有那麼乾脆 出手高度 出手角度跟出手點 都會去看啊 就看那個錄影嘛 就是看影片就去調整 票選結果 德寶拉 李正昌 陳冠偉 都獲得兩票支持並列第六名 至於楊志龍 朱駿祥 吳哲遠 黃威 柯睿 都有人提及 其中有像德寶拉 柯睿這種剛猛型的投手 但也有像吳哲遠這種非典型的例子 由此可知 直球好不好打 有時候並不完全是因為實際球速 不過從第三名開始 個個都是火自備了 有三位獲得三票的選手 分別是陳韻文 徐若曦和富蘭歌 同一時守護神陳韻文 就讀品種高中時期 就能標破150公里 在2020年催出155公里生涯最速 新生代火球男徐若曦 生涯初端版就用154公里的訴求自我介紹 富邦漢將季末找來的羊頭富蘭歌 更是一舉打破2013年 一大新牛羊頭強客的紀錄 以161公里成為中華職棒史上最快的火球男 快來聽聽選手們怎麼說吧 富蘭歌了吧 富蘭歌 對啊 因為才前幾天 就被他那個快160的直球 所以來不及 就看 就被刪針了 陳韻文的直球滿快的 因為他還有配他的紫砂球 紫砂球就丟到快140 徐若曦 他只有百貨嗎 有 怎麼對內賽 對啊 那時候狀況好的時候 那時候疫情停賽 然後我們就分組人比賽 那個球就很快 揭曉第二名是富邦漢將的 守護神曾俊悅 曾俊悅的身材並不高大 但他進入職棒之後 球速卻能不斷進化 甚至在2022年9月 球季後半段 還能狂飆157公里速球 追平聯盟本土紀錄 雖然打沒其實只是 上去看或是上去打 那種感覺就是會比較不一樣 因為可能剛好是到救援投手 有些投手他可能球速很快 可是他的尾勁並不會讓我們 有威脅的感覺 對 但是曾俊悅是 球速轉速最快 曾俊悅小小自得 然後他丟出來的球 大概150幾吧 可是他的轉速真的會讓你 覺得很壓迫 我是覺得他的球位最好 因為我的身材不是很高 所以我是比較吃球的尾勁 就是可能就是那個轉速 那時候高中畢業就是想說 趕快上一軍 然後球速就是不要掉在 就是維持就好 然後看能不能丟到150吧 可是那時候熱身賽 丟到150的時候 我心裡是自己是真的有嚇到 一開始在丟也是就是以準 然後球速維持嘛 然後到後面是真的 會想要把它刻意的吹出來 自己今天就有發生過 剛開機的時候就是 只要求球速 就是真的就只有快而已 每一場用球速都是20克左右 可是可能你隔天丟那個 疲勞感比較明顯 然後就可能有比較 後面就是有比較想說 真的要注意到控制 至於冠軍得主 還沒有公布到名次的 那個火球男 相信大家都猜到是誰了吧 想來聽聽打者的對戰感想 看起來150幾 可是打起來好像快160 那種感覺就是 看得到打不到 測速這樣測出來很快 可是他的球 就要衝過來的時候還是很快 他一出手球就感覺 已經到那一半了 連動都動不了的感覺 其實他那時候沒有吹 然後我就好像把棒子打到裂掉 屬於比較正頭 然後他正頭出手的時候 會比較有一種上飄的感覺 就是站在手背就覺得很輕鬆 感覺他每個都可以三針 可能因為我們比較熟 他不知道對我是有沒有真的 就是很快 但是我還是覺得很快 古林瑞陽 恭喜冠軍得主 金順古林瑞陽 身為終止本土球速記錄 共同保持人 古林的高壓頭髮 還有直球的正向旋轉 都帶給打者更大的威脅 轉軸 轉軸比較正 因為有些人斜血 會看起來會比較容易亂跑 那轉軸比較正 他就會比較是直的飛 對 感覺 肯視覺感會有點上飄的感覺 古林是我學長 因為其實我在國中的時候 有接過他的球 他國中的那個球的 其實那個轉速就已經很不錯 我的球是會把兩隻手是併在一起 因為我看他是這樣 吃得比較正 就是可能這一塊吧 就是加速這一塊 就是偏要虛大 只是因為上次有跟我 剛好有提到古林這件事情 結果他說古林的球真的滿難打 因為那球會正轉 所以打者會分辨 所以有時候他好像會投軀球 通常我們在講轉速 就是會影響他的軌跡 所謂的棒球的投球的尾勁 主要就是 轉速這個是一個主要的變量 那譬如說我直球這樣丟出去 他會這樣轉 那正轉的話 他其實上升的力 大致上就會正比於你的那個轉速 對 所以 如果我讓他轉得越快 他在上升的效果 可能就會越明顯 現在就是大家可能會說 誰 轉速很快 有可能他的尾勁是非常強的 稍微扣歪一點 他轉速會提升 但是他的 我們會說有效轉速 就是在物理上 他真的有效往上升的量 其實是會往下降的 投出去的球怎麼旋轉 跟自己的投球機制有關 不過如果想試著提升球速 用正確且適合的試煉 就有機會把測速槍的數字 再往上推高 這些年輕人投都很快啊 我年輕到那麼快 那你後來怎麼變得那麼快 沒有 就去美國有訓練有差 因為美國的重量訓練做人蠻多的 球速一定是可以提升的啦 那球速的極限 或者球速的一個選手 可以達到多少的球速 有一半是天賦啦 先決條件還是提升選手的 本身他的體幹的能力 他體幹的強度才會有後續突破這個數字 現在選手的重量訓練是還蠻不錯的 那再來就是像我講資訊很多嘛 然後比方說運動科學的分析啊 都會想辦法有一些東西可以輔助你 讓你知道說你現在的力量 使用的方式對不對 我覺得這個影響蠻大的 有了大方向之後 具體又該怎麼做呢 三位能標速一五七的火球男 分享他們提升球速的訣竅 是要搭配私底下的訓練 假如說丟重球啊 或是橡皮重量 保護衝刺這種爆發力的方面 但持續做的話 一定都會有結果 就是做一些小肌肉的恢復 因為小肌肉強化起來 反而你比較不容易受傷 因為畢竟自己也是在丟 後面又可能每天都要出事 所以做的這一塊做的是比較多啦 比較深層一點的 像手肘的啊 然後跟就肩膀啊 就是比較深層的肌肉 就不像是二頭三頭肌 就是可能就是任戴那邊的 我那一陣子是修了蠻久 然後其實餅乾那時候在戴 然後也做蠻多 其實做很多小肌肉 那我自己也做很多重量 對啊所以就是累積起來才會有這個東西出來 就旋轉肌壓 對啊就是肩膀旋轉肌壓 對對對 其實幾乎都要每天做 量跟強度不一樣而已 你想要把自己本身的動作 想辦法做順 然後你做順之後 你要讓球更快 你就把動作做更快 去年也是寂寞的時候 也是做很多重量 對啊所以 你就要累積很久 才可能有這一公里的突破 甚至沒有 就有可能就是你做再多 就是這樣就是這樣 從145到150 156到157都 哪一個難度是比較多 這個 56到57 我覺得145到150 我覺得那只是差一個 差一個感覺而已 就突然開竅了這樣 你也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自己在突破這個階段 也是這樣子 我覺得身為投手 你都會想追求這種東西 但是 我只能說球數不是絕對 不是說你丟多快 就是能表現得多好 你成績會多好 其實沒有 對啊球場上有太多東西 所以這只是一個 對自我的一個挑戰這樣 也就是說 球速在某種程度上 可遇不可求 但如果盲目追求 而忽略其他環節 反而本末導致了 雖然沒有辦法實際對戰 不過還是要問問球迷 在你心目中 誰的快速球最猛最強呢 快到MOMO Sports 官方YouTube頻道的影片下方 留言告訴我們 還沒看過變化球篇 控球篇 還有野手系列四項票選的球迷朋友 也記得趕快去點閱觀賞喔 某某大調查系列 感恩的心 感謝由你 後來還想看到怎樣的內容 都歡迎留言告訴我們 某某大調查 我們之後再見囉 謝謝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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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